原标题 宫高盖主 死得越坦的三大名将 第二被临时而死 第一死得冤在历史长河中 出现了很多宫臣 这些宫臣宫高盖主 没有他们或许能成就帝王们的伟业 可在皇帝功成名就之后 这些盖史功臣却没有得到善终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历史上宫高盖主 死得越坦的名将都有哪些 三 年耕尧年耕尧 是清朝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一位将领 他带兵打仗 平定过多场叛乱 所谓为清朝立下过赫赫功劳 年耕尧打仗非常的勇猛 征战边垂 杀敌无数 所向披靡 就因为杰出的战功 雍正对他非常的倚重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年耕尧因履历战功 功高盖主 再加上后来得意忘形 多次不把雍正放在眼中 最后也落了个被赐死的下场 二 袁崇焕 袁崇焕是明朝的大将 能文能武 带兵打仗非常的厉害 宁远之战中 袁崇焕只凭奸程的力炮 已不足二万明军 击退 努尔哈士亲率的八旗精兵 五六万人进攻 杀伤数千人 袁崇焕的官邻铁器战斗力 可谓非常的强悍 所向披靡 未有敌手 只是这个功劳大的将军 却没有善终 最后被上叛国的罪名 迎驰而死 一 岳飞岳飞 抗金名将 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 战略家 位列的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少年时代的岳飞 力大无穷 能拉开三百斤的弓 枪 剑 刀 各种兵器无不精通 岳飞一生少有败绩 取得了多次大劫 收回了不少的尸体 岳飞功高盖主 连宋高宗也心生忌惮 最后 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害 岳飞死得太远 一代名将就这样死去 可悲可叹 参考文献 宋氏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